我们两个在树林里面遇到大蝎子 追杀我们 可就在他要杀死我的时候 螳螂从里面窜出来了 是他救了我 直觉告诉我 那只螳螂就是娘子你 螳螂是我 我修炼内丹化成人形后 一直守在他身边 报答他救命之人 师兄 师妹 要小心 神关他来了 如果 我有什么事骗了你 你会恨我吗 不会 因为你从来不做害人的事情 你是妖 他们是人 你们根本就不一样 我越是跟玉瑾在一起 我越觉得自己是人类 是有心有肉的人类 难道在你的心中 我们做妖的都会危害人间吗 你和他在一起 只会折他的羊兽 损他的福音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你们成亲那么多年 你们居然没有孩子 不管你是人是妖 我只会更爱你 你不是说你不介意 你不是说你真心爱我的吗 吕珠 如果不是你 吕珠就不会造此不幸 是你害哭了我们三个 菩萨慈悲 你我夫妻将有缘再续 我将投胎转世为 京城富有人家的千金 你一定要等我 我等着你 我已经耗尽真气 为你压制谢傲的毒性 不会变成全魔 只会成为半妖 难得没有千年的道行 我要留你在我身边 助我完成大业 不是你想当皇帝 是控制皇帝 皇帝亲征 要想嫁祸松赞 就必须得在她的国土上下手 汝宁公主 要死得莫名其妙 十年前的沈怪 的确很可怕 但是现在的休想上 我一根手指 至于于己 那是我造就了她 那是一个人与螳螂的爱情故事 对 那只螳螂 后来成了我的娘子 相公 我们两个在树林里面遇到大蝎子 追杀我们 可就在她要杀死我的时候 螳螂从里面窜出来了 是她救了我 直觉告诉我 那只螳螂 就是娘子你 螳螂 是我 我修炼内丹化成人形后 一直守在她身边 报答她救命之人 师兄 师妹 你不相信 神官她来了吗 如果 我有什么事骗了你 你会恨我吗 不会 因为你从来不做害人的事情 你是妖 他们是人 你们根本就不一样 我越是跟玉瑾在一起 我越觉得自己是人类 是有心有肉的人类 难道在你的心中 我们做妖的都会危害人间吗 你和她在一起 只会折她的阳兽 损她的福音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呢 你们成亲那么多年 你们居然没有孩子 不管你是人是妖 我只会更爱你 你不是说